所以我跟各位讲 拜佛从第一拜开始 我就带着觉醒 为什么要拜 明明就是个小姐 你说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我就要拜 你说 南无临亲侠菩萨 看你拜不拜 对不对 南无秦汉菩萨摩佛萨 你会拜吗 不会啦 那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你就拜 我拜了十万拜 就通过考验啦 我就发现说 菩萨威德 我臣服啦 然后我就跟菩萨讲 我要修行 我只负责修行 生活中的事啊 你帮我的嘛 因为我要修行 我就不能照顾生活中的事 生活中的事给你 我不上班啦 上班太累了 十四小时都在工作 我就不能修行 所以喔 你给我找到经济部去上班 听说九点上班 十点到就可以 十二点下班 十一点就吃饱啦 那这样我就有时间可以修行 那就进去啦 那不可思议的事 我就跟他讲说 我要到经济部上班 不要考试 公务人员考试 要准备的话 最少要花一年啦 我不要考 那绝对不可能的任务 只有菩萨做得到 那个晚上 就要睡觉的时候就梦到 有人说你要毛睡自见 我一想也对喔 不然经济部长怎么知道 我在找工作 我记得很清楚 那信封上 我就写台北市经济部 中间写部长收 这样就到了 我也不知道经济部在哪里 那谁送的啊 那我信就送到经济部去了 所以你要懂得 心道有不可思议的能力 你不要以为 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事 你去摸索这些 修行真正的重点 为什么修行会叫做 心法 就是心道嘛 心不到哪叫心法 但是这个心道法门啊 它会砍入你的生命因素里 你的命运会因此彻底转变 这一套制度啊 佛陀以来 他告知我们 尤其我们的祖师啊 特别强调这个东西 他一方面讲心法 一方面又要你拜佛 拜佛跟心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人家说磕头如捣蒜 因为你没有心法嘛 你有心法 那这是非常威猛的 你就从这个方向下去 每一拜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拜 所以你会去训练自己 这手伸出去的时候是怎么伸的 要伸直好还是一半好 还是就在眼前好 你自己要去摸啊 自己去摸索啊 我是翻掌以后伸出去呢 然后还是伸出去以后再翻掌 有没有 那不是都同样 反正伸直不来 我还要去摸索啊 是吗 你就在这里 经历这些状况 应该这样好 那样好 你一定以最诚恳的心 来要求自己做到更好 不是做到最好 还要更好 佛一定到